好 這一波的下沙 當然前提 上個禮拜五外資的期貨空單 來到史上最高的水位 結果這一波下來 好的 有慢慢的減 但是減的夠不夠 籌碼到底洗的夠不夠乾淨呢 當我們很相信台灣很多科技業的前景很厲害 可是面對到這樣的沙盤 我想大家現在都沒有信心 沒有信心要靠小明同學了 因為根據我對你的了解 你覺得今年的台股下半場 你還是非常有信心 對 我一直都很樂觀 那我們在現在的台股裡面人心惶惶 我們就是要負責送暖 送雞湯的 送暖嗎 就是要當暖男囉 因為其實我們也知道大家很恐慌很害怕 可是我們可以從很多的數據來去做解讀 台股這一波的修正 我覺得應該最恐慌 或是最難熬的時間已經過去了 所以我們就先從這些籌碼的數據來做解讀 後面再來講產業 好 三天融資殺了500億以上 這個真的是數字驚人 然後因為大家會很好奇說 到底跌了這個應該說融資減了500億 到底是多還是少 有沒有像你一樣瘦呢 有沒有像我應該是超級瘦 大瘦身 因為我們把歷史的數據 從這個有融資以來 我們把所有的資料都撈出來 整理了一張表 這張表是什麼呢 從歷史以來 台股有歷史以來 融資減幅的單日排名 所以在1999年的時候 他減了191億 然後我們就這樣一路往下看 這個是前10名 當然我們這個8月5號跟8月6號 剛好卡到第二跟第三 這個是上市 對不對 沒有把歸買加進來 沒有把歸買加進來 可是我們在看加權指數的時候 大家也看到了 融資維持率大概在前兩天 就已經來到那個崩潰的壓力線 所以你只要稍微再給他踹一腳 很容易就會有這種人才人多殺多 那事實上我們先給大家結論 每一次只要融資減幅 非常大的時候 在後面5個交易日 後面20個交易日 跟後面60個交易日 看起來平均漲幅都非常的驚人 我們把這個前10名去做一個平均的話 後5個交易日 在融資大減以後 平均加權指數會漲將近6個百分點 放在現在的話 就是要漲大概1200多1300多點 那到了後20個交易日 這個漲幅會收斂到4.68 後60個交易日 也就是一季以後會慢慢的往下收斂 這個是從融資的部分來看 那我想我們先不管 他到底會不會漲幅收斂 至少可以肯定一件事情 大家看到這邊紅通通的代表 只要融資出現了大幅度的減少以後 斷頭一波清出去 短線上面就是先談再說 所以現在的話 大家看到了融資 三天減了500多億 這件事情就代表了很多的籌碼 在前面的恐慌下跌裡面 他們是不得不砍 那砍出去了以後 現在大漲他們會馬上買回來嗎 我認為也不會 也沒有錢了 對啦 就是你才剛才說 所以你還要療傷嘛 那你在療傷的過程裡面 那你不可能馬上再進場 所以籌碼就會相對比較安定 那另外我們除了融資給大家信心以外 我們還要再從這個期貨的部分 來幫大家做解讀 首先我們先看什麼呢 我認為後續的止跌觀察 一定要先看 而我們很喜歡看的散戶指標 現在看起來是多空分歧 那如果後面有一個共同性 例如說一邊同時做多 或者是同時做空 那就很好判斷 可是現在是多空分歧 以今天來講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 小台的部分散戶今天是加多單的 我認為有一點比較偏FOMO 就是擔心這個錯過行情 對怕還沒有抓到 所以趕快先上車 可是在微台的部分呢 今天卻是空單大幅度的增加 這個比例很驚人耶 雖然微台沒有上市多久 對那51% 這個比例已經相當的失衡了 已經很極端的數字 所以代表是說 那些資金可能沒有那麼大的 投資朋友的話 他會覺得反彈 我要趕快來做加空 那你說多空分歧 我們現在解讀一天的數據意義不太大 可是我們可以理解的是說 大家在現在心裡面會急 急的是什麼 我想要趕快把前面賠了賺回來嘛 不管我做多做空 那這個地方 我們可能沒什麼共識 我們再來繼續往下看 因為我們微台翻空也解讀完了 再來的話 我認為後面的觀察一個重點是 外資的空單能不能降到2萬口以下 在今天的話呢 有一個比較好的現象 雖然外資在現貨是做空的 外資賣超70幾億 對他小賣超啦 有貢富工廠 那到底誰買的 我想還是有很多的這些中石戶的資金 看到行情一指紋就會進來 那無論如何啦 外資雖然現貨是賣超的 可是呢 他在這一個期貨的部位 今天卻是逆勢的把空單回補了3000多口 那他最高的時候來到4萬多5萬的口 那現在只剩下3萬口 所以代表外資至少在情緒上面沒有像之前這麼悲觀了 那後面呢 你要觀察 我們說過了 在今年以來啦 外資的空單大概都是在2萬口以上 所以他只要能夠降到2萬口這個水準 我認為至少你後事就不用這麼悲觀 你甚至可以以樂觀來看 最後的話還有另一個指標是 這個我們之前比較少講 但是在近期的話 因為這個選擇權波動也很大 所以呢 在籌碼上面 我認為也有參考價值 我們要去觀察的是這個 這個空單能不能回到100以上 在前幾天他最極端的時候 甚至掉到了只剩50幾 哇 所以你說在這種極端的過程裡面 他會慢慢的回歸到一個正常的位置 這個正常的判斷點 我認為只要回到100以上呢 就代表了投資朋友可能現在 有一些人想要去買這個PIN 賭會會不會去崩盤嗎 那只要有這種風險意識 通常都不太會大跌 所以目前這樣整體看起來的話 我認為啦 籌碼上外資的在現階段 他沒有這麼的悲觀 那他只要現貨 不要大幅度的賣超 台股呢就能夠慢慢的往上走 當然波動還是會很大 所以投資朋友就是呢 慢慢的走慢慢的走 不要心急 因為後面一定還有很多的機會 可以讓你進場 再來的話呢 既然我們對台股的看法 是比較偏向樂觀的 一定要有族群來帶領指數 衝鋒陷陣 那這個一定就是由半導體 一定是由AI來領頭啦 好的AI最近雜音大對不對 除了早上的美超微財報 真的不好之外 GB200要遞延 全村的希望要遞延怎麼辦呢 GB200要當成全村的希望 我認為可以這樣子講 沒問題 但大家不要忘記了 現在還是有H200在幫忙大家頂著啊 所以你說GB200遞延 這項消息我們來幫大家做一下解讀 首先啦這個GB200遞延 NVIDIA他到底是去打了什麼樣的算盤 他真的是因為技術上面的這個問題嗎 還是他們有其他的一些想法 有人會說因為現階段 大家知道GB200 NVL72的這個伺服器一台 大概要1億台幣 所以價格相當高啊 那你去年其實才剛推出來 這個GH200 GH100 那你要這些CSP業者快速的去做平台轉換 一年的時間我們的印象都還在H 怎麼一下就要倒逼了 所以平台的轉換速度過快 那NVIDIA也剛好啊 現在讓這個產品的這個出貨時程 稍微往後延的話 可以有更多的喘息空間 讓客戶不要這麼急 那另外的話呢 GB200雖然遞延 但我們講過啦 你不要忘記了 產業跟半導體現在的產能是沒有空窗期的 是沒有空窗的 那只要呢 你說GB200遞延了 會不會有H100 H200訂單補進來 一定會有 所以在現階段 我認為大家不要看到GB200遞延就很緊張 你反而要去想的是H100 H200 會不會在現在的量能有往上走 JP Morgan就點出來確實是有 因為GB200目前啦 有要去變更設計 因為GB200就我們目前掌握到的資訊問題 是在COAS這邊的良率的問題 所以也是我們等一下要講的 他在CODE這段前段 良率一直拉不起來 那在組裝上面 也有這個放置跟光照上面的問題 可是那前一兩個月都已經解決掉了 現在比較大的問題是在組裝廠 那好啦 無論如何啦 我們可以確定的是 明年啦 這個GB200 它是大幅的擴張 上游在今年一樣會出貨 它只是出貨的量沒有那麼多而已 那目前啦 估GB200在今年出貨40萬到50萬 原本是估60萬 稍微小小下修 可是呢 在GH200的量是往上修的 好 所以對於是不是遞延這件事情 市場也是兩派聲音 對兩派聲音 我認為現在的話台積電這一個 呃 原本WOS這塊的製程是有委外的 現在呢 看起來連扣前面的這個製程都要委外 而且傳出就是要給日月光 所以呢 我們可以知道的是台積電要做的事情 一定就是未來趨勢 他要把產能往外放 那在相關的設備跟概念股就會有機會 所以我們就整理了一下 關於這個GB200的紅利 COAS誰能夠吃到 我們還是要相信有紅利的 要啦他們基本面其實我覺得都不錯 好 那當然第一個 我們一定要知道 COAS的貢獻營收佔比是要 確確實實的 對 不要說我好像只有沾到一點點 那個不算 這個營收佔比要確實 再來累計營收要叫去年成長 這件事情要蠻肯定的 原因就是因為很多的設備已經在出了 你今年的營收如果還沒有成長 那就有問題了 最好的話有一個加分項是 近一個月股價跌升 你買起來會比較安心 那我們整理了三個族群 第一個是PCB 第二個是封測 第三個是設備 那我們有標黃字的 是已經公佈7月份營收的 狀況如何 狀況目前看起來其實都不錯 你看像台光店 7月營收就雙增 而且營收還創了歷史新高 萬潤也是一樣 他那個年增率相當驚人 我記得我看到300多% 所以呢 整個產業的趨勢沒有改變的情況之下 龍頭已經先衝出去了 其他的相關的這些 你說二線 或者是可能比較沒那麼大的 我想他們營收也不會差到哪裡去啦 所以我們今天幫大家整理起來 最重要的應該就是在 最新公佈的營收 還沒有公佈的大家可以期待 累計營收公佈的 目前看起來成績單都不錯 而近一個月股價跌幅 說真的都蠻明顯的 那其實除了像紅素 跟這個均衡 太強了 太強了 所以這個產業裡面有人這麼強 其他也不會差到哪裡去啦 這也是一個指標 沒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產業裡面的話 我們第一個先來跟大家介紹 日月光 好 可是他說真的 營收一直都沒有辦法有效放大 對 因為他的這個 記憶體太大 他BASS太大 記憶體太大 但無論如何啦 以目前願意台積帶 台積電願意試單給他的話呢 我認為這個對營收的貢獻 現在沒辦法去算 但至少應該會是顯著 可以讓大家期待的 而且呢 他在近期也確實砸了 221億的資本支出 這就是擴廠 那我們回歸到 技術線來講的話呢 過去日月光投控 他在整整一年時間裡面 都沒有碰到年限過 所以我們站在一個價值 基本面的看法來講的話 來到年限 你重新站回去了 這個位置 不得不說真的是 蠻吸引人的啦 過去一年沒有這個價格 你現在買很便宜嘛 當然外資前面的大幅賣超 是他股價下來的主要原因 還有法說會後 還是有點失望 對 大家會覺得說好像沒有這麼的好 可是因為前面太樂觀了 那現在剛好修正下來 大家很悲觀 後面可能就會越來越好 那投信買盤也在這邊 持續的在幫大家做支援 我覺得來到年限附近的股票 都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好 你真的是對他算暖男 暖男 你看外資這個樣子 不可能我們上面看得很好 然後下來股價變便宜了 我們看不好 再來第二個是晶圓店 在今天一度攻上漲停板 一樣的邏輯 他7月營收公布出來 月增年增 那以形態上面來講的話 也確實啦 點到年限以後就開始往上談 過去一年沒有這個價格 那一樣的外資雖然站在買方 可是投信呢 一樣是 外資是站在賣方 那投信是站在買方 那土洋對坐 現在只要外資不要再搞事 他後面賣超力道不要這麼大 我想股價一樣會回歸到 他應該要有的基本面價值 是 那麼還有誰呢 我們要看的是PCB的部分 PCB的話呢 第一個是台光電 這個營收漂亮啊 我覺得他還不錯的一個是 因為他其實 大家可以看到他過去 這一整年的時間裡面 都沒有漲過 因為他有被利空襲擊過 對他有被利空襲擊過 被那個韓國 對沒錯 那一樣來 營收年增率是歷史新高 營收是歷史新高 那年月雙增 所以基本面數字沒有問題 產能利用率也是滿載 下半年還要漲價 因為同價漲 所以他們有把這一個價格 轉移給客戶 那一樣在GB200的部分 高階基板 台光電是第一供應商 第一供應商 這件事情是沒有疑慮的 所以在現階段的話 比較特別的是外資在前兩個交易日 就已經偷偷進場了 那反而是投信在這邊砍 那一樣土洋對坐 但只要呢 我認為在目前法人 其實都有給台光電 一個比較好的升平 那你說來到了年限附近 橫盤整理這麼久 那一樣的位階其實也不算太高 我覺得這檔股票 大家可以去做留意 最後的話也是我們跟大家 提到過 有分享過的 大量 大量的話呢 一樣他7月營收年增率167% 最主要就是因為他下半年 要出貨日月光的這個 AOI檢測設備 那雖然我們前面講在 大概這個位置 修正下來 可是大家如果今天去看他的江波圖 他一開盤沒多久 馬上攻上漲停板 就是因為他營收非常的漂亮 那我想後面就是只要有營收的利多呢 那你有基本面支持的股票 稍微點火一下再搭配什麼 很多的融資在這邊斷頭 籌碼乾淨了以後一拉 他就會漲停板 這些公司就是大家要去留意的 再來第二個呢是被動元件 被動元件的話 因為我們上禮拜有跟大家解析過國劇 那我認為我們一樣再幫他講一次 國劇這一波也有人違約交割 對有違約交割 4600多萬 4600多萬 那我們其實看了一下 換算當天大概也就是65張的股票 沒有很多啦 我覺得那就是當衝忘記把它賣掉而已嘛 那無論如何 我覺得這個都基本面沒有影響 是 那我們一樣的挑選股票 累積營收要比去年成長 那最好一樣的 這一個月股價跌的比較深一點 那我們紅字的部分 就是已經公佈了7月份的營收 而且公佈出來的全部都是7月營收 年增月增 代表被動元件這個族群 跟我們之前分析的一樣 產業的基本面沒有任何問題 在今天呢 秦凱跟玉邦工上漲停板 那一樣的 我認為大家要去留意的呢 就是在累計營收 跟最新營收的部分 基本面沒有疑慮 股價又跌升 我們就要趁現在來撿便宜 那這個第一個要來 跟大家追蹤的 就是這個違約交割的國劇 說真的我不懂為什麼他會違約交割 他這一波的跌幅沒有很重 而且呢 上禮拜五其實已經經歷過一波大逃殺 禮拜五大跌 他上禮拜的大戶籌碼還在增加 所以國劇啊 他只要有修正下來 來到了季縣的這個附近 就是大家要去做留意的 再來一樣 我們的老朋友上禮拜講過的秦凱 今天也是漲停板 對那秦凱的話 為什麼這禮拜要特別講他 是因為他在昨天公佈了 他第二季的財報 還有7月份的營收 那7月份的營收啊 一樣連五月站上一元大關 而且呢 他公佈了第二季的EPS1.86 創下10季以來最高 他是今年上半年賺了3.1 2022年全年賺3.08 2023年賺3.9 所以今年上半年大概就賺了去年 跟前年的快要 一整年的這個獲利數字 那我想他的基本面 我們就不用再贅述了 他跌下來我是蠻開心的 因為有機會可以減便宜 以整體的位階來講 我認為啊 他都還是算是相對比較低的位置 今年EPS8塊錢的話 我們就算給15倍的本益比 他其實上方的空間 還是蠻值得期待 所以在營收不錯 大戶續報 那整個產業的趨勢 又是正確的情況之下 這類型的股票 就是可以給投資朋友 做一個參考的 好 看得出來小明彤雲 對於產業 有前景的公司 還是十分看好 但是我們不需要擔心 美國的有些總金變化 或美股的情況嗎 我認為啦 大家現在去擔憂 美國經濟衰退 有一點太早了 因為你說真的經濟衰退 就算是在明年的下半年 會發生好了 你要提前一年就進入空投 我們在歷史上面 還真的是沒有看過 好 這邊非常謝謝 小明同學 暖男士的提醒各位觀眾 謝謝